AXEL UPGRADE BOOSTER NOSEN NOSEN,我是阿神,我是阿神,我是阿神 網民的慣例啊,新騎士都會有一個外傳篇啦 這次的玩傳篇讓我蠻意外的一點是 竟然有舊騎士回歸 然後呢,這位騎士基本上也算是大家非常熟的人 我今天要來幫大家補一下他的一個外傳型態 絕望就是你的終點好不好 好久沒有拿出我們CAMELA的AXE的一個道具好嗎 這個道具我要先說一下,它並不是本傳出現的道具 它是CAMELA W外傳的AXE裡面所推出的道具 但是也比較偏向於是臨時道具,而非常規狀態 這個臨時我覺得還算不錯,而且算是幫我補足了 AXE每次在變成我們TRIAL中間的一個過渡型態啊 是時候我們得要記一個說明好不好 然後呢,我們的AXE BOOST,其實說實在 比一般的記憶體真的長非常非常值得好不好 比一下原版的AXE的記憶體大家就知道 欸,近乎1.7倍左右啊,非常非常誇張啊 所以整體我第一次拿的時候有一點讓我意外 我以為這個東西應該會比劇動綁很多 結果感覺好像快要比劇動還要長了 他的下半部分基本上跟我們AXE平常使用的那個是完全一樣好不好 給大家比較一下AXE平常變身使用這個啊 完全一模一樣,完全沒有作用的改變 並沒有新增一些額外的東西啊 在劇情的設定上,就像是從敵方的手上搶怪的這個 丟給我們的A哥跟我們的AXE進行個插入 讓他變BOOST的一個狀態啊 然後呢,這個道具的話基本上在設定上面是可以讓 記憶體發揮出比平常強三倍的一個能力啊 所以這個東西非常非常可怕啊 在劇情的設定上基本上是任何記憶體都可以使用這種東西啊 欸其實老實講,我覺得他這設計很好看 你有沒有發現,他裡面有連接像是那種數據儀表的東西啊 然後裡面感覺好像搭載非常非常多數據 然後去黑掉你的記憶體啊 外插的一個外掛的概念啊,我還蠻喜歡的 然後呢,他這整個設計啊 基本上都是屬於那種金屬和比較強烈的設計風格啊 而且,是全塗裝喔 應該是一樣是上那種珠光氣的塗裝啊 讓他整個看起來人造感啊,機械感啊 是更加更加的重點 然後那也很符合我們這次Kamen Rider W的設定啊 因為Kamen Rider W這次的設定是 他們的記憶體是真的都會拿來賣的好不好 全都是屬於人造的啊 我知道大家一定有一個疑問 就是說呢,這可不可以拔掉 喔,會不會裂掉啊 這個他竟然是完全不能拔的跟他做補充 他應該是用螺絲鎖上去的 等一下我們把它分解看看好了 可是呢,在玩這個之前啊 我決定來幫大家複習一下我們的 Kamen Rider AX 変 進 好了各位,這樣子我們的 Kamen Rider AX 就變身完畢了好不好 已經可以算是非常非常簡潔俐落的一個變身啊 老實講,我覺得AX 除非你真的非常非常喜愛這機器 我也覺得他不太需要買到CSN 因為呢,DX的完成度就非常非常之高好不好 而且又加上AX的CSN 其實收拾還跟DX版也沒差多少 還是等到他2.0的時候再說吧 OK,我們把這個講完之後呢 我要跟大家講一個點 因為AX他所有的戰鬥都是建立在於他的腳上面 就是他的腳被轉一轉去啊 然後踢來踢去啊這樣子 可是呢,在那集有個很特殊的點就是 我們的AX 腳受傷了 他當下的話就要嘛就是跑不快 要嘛就是戰鬥力受限 使用踢技也非常吃力 這時候呢,我們的隊友就將這個給丟過來 插上去 AXL UPGRADE 跟劇中一樣 當他插進去死 他會有個類似升級的那種音效啊 長壓 AXL UPGRADE 讓你的AX瞬間能力提升的一個補丁啊 這個音效的搭載 我覺得算是基本基本 不能說好,但就是基本 升級完畢竟我們按下第二下啊 BOOSTAR 有沒有,有個BOOSTAR 這個的話就算是插進去之後的聲音 UPGRADE 然後第二下的話就要是升級 BOOSTAR 好,大家應該已經發現一個問題了 就是 UPGRADE 他只有帶兩種音效 所以到時候他搭載真的就是 比較寒酸一點啊 比較寒酸一點啊 但是也沒有辦法 因為畢竟那時候是2013年啊 會那麼寒酸也不是沒有道理啊 然後這時候我們就來進行個變聲吧 BOOSTAR BOOSTAR 不要懷疑 他只有那一聲 黃色那樣 BOOSTAR 然後盔甲爆開的聲音 通通都沒有 然後呢,如果你再多轉一下的話 UPGRADE 所以簡單講就是 你轉這邊的時候 等於是在按壓 前面這個劍場跟他做補充 而且我老實講一件事 我覺得 這個比劇狀還慘耶 我看劇狀好像沒那麼大一個 但是實體好大好爽 所以這也算是比較少見 看起來感覺比劇狀還要大的一個道具啊 這算是進入1比1啊 然後呢,跟大家補充一下這個騎士的一個資訊喔 因為有鑑於我們的 AX在這時候能力提升3倍嘛 所以呢 其實他使用型態 在一開始我們 AX變我們Trial 其實有稍微展示過 就是變成黃燈的時候 會變全身黃色的AX啊 所以呢,這個型態 雖然應該會比Trial還強 但是呢,我個人覺得 還是比較偏向於 緊急用的一個過渡型態啦 然後呢,這個時候的AX 基本上就是 長這樣好不好 你有沒有發現 他全身上下有非常非常多的一個噴氣孔啊 這個時候的AX 會飛 因為我們剛好這時候我們的AX腳要受傷 所以呢,是整部劇裡我們AX會飛來飛去啊 而且也算是比較罕見 可以實際飛行的一個騎士喔 我覺得還算不錯 還算不錯 所以呢,整天這一次AX 我覺得算是蠻耳目一心的好不好 這樣等於說 AX一共的話 會有紅色、藍色 跟我們黃色三種的型態 OK,這樣我們稍微把他講解完之後呢 我稍微帶你們好奇一點 就是他有沒有必殺機 沒有任何的必殺機好不好 也不存在 但是呢,在劇中也沒有展示過 然後你會以為今天就這樣嗎 不可能好不好 我一定要讓我們的AX可以用這個型態進去變聲啊 第一個方法啊 我想要測試看使用W的兇器可不可以觸發我們的音效好不好 因為畢竟W一次可以觸發兩個嘛 搞不好可以把零灌起來就變成一個完整的變聲音效啊 我發現一個很嚴重的點 我剛才插新衣石我就發現了 這一塊太大塊了 我們插不進去 它基本上是會完全卡住啊 就是頭這邊沒有辦法 如果要使用W的兇器讓這兩個音效做連動 好,失敗 我們稍微試菜一下啊 來各位,這樣就把它拆卸下來好不好 然後呢我把它仔細看我才發現一個點耶 它這裡面有兩個螺絲孔 然後呢會對應到這邊兩個螺絲孔 然後你們還要再知道一個點就是 代表說任何的記憶體都跟原作一樣可以boost好不好 這個就精彩了 所以到時候這個東西基本上是完全通用的 雖然它只是一個殼而已 有沒有,真的就是一個殼而已 還是我們到時候把它內建一個電路板 讓大家可以玩一些音效 這樣應該蠻有趣的 所以基本上這個套件啊 就等於是一個殼而已啦 可是在裝備之間我們多測一下這個啊 原來這兩個插一起是這樣的感覺 好,那我們現在要把它裝備一下吧 把這邊取下 這邊兩個就取下來了 把它墮上去 基本上感覺需要擴一點孔啊 因為它沒有辦法完全壓進去 欸,完全不會掉欸 整個還算是OK 基本上密合度啊 也都完全沒什麼問題啊 有啦,頂多就是尾端這邊有點小小 沒有辦法密合 因為本來它這個孔還是不夠大 但是呢至少這樣子我們可以玩好不好 不錯不錯不錯,這樣有變成音效 聽起來就非常非常爽快好不好 只是還是有趣的就是 應該是要搭載 BOOSTAR 這個音效還對啊 就是說它的提示音不應該是AX 應該是要BOOSTAR才對啊 既然我們都把它全部弄完 那我們就來一套真正完整的一個 搭載 其實我還想要測一個東西 就是說呢 這個會被裝在我們的怪人用這記憶體身上 因為一開始的話它就像是這兩個對裝啊 只是後來才搶過來的 OK,這樣我們就全部拆裝完畢了 然後呢 怪人記憶體沒有辦法填充欸 因為它這邊多兩個腳啊 它那個孔位對不到 你頂多就只能這樣放著啦 有點小遺憾 有點小遺憾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我們這次 COMMENT LATE的 AX BOOSTAR 的一個完整開箱好不好 不錯不錯不錯 終於隔了那麼久 可以幫大家補一下這個型態啊 趁高我這次 禮拜十外賺有個連動啊 這樣子的話 基本上我們就將AX 全部型的都補齊好不好 如果下次再介紹它 應該就是等到 風都偵探動畫畫的時候呢 再幫大家做個複習 然後這部外賺就要在我們的 巴哈那邊是有的 所以有興趣可以稍微看一下 好,以上就是我們這次 COMMENT LATE的 AX 如果喜歡的話請記得訂閱 再比起我妹,我們下期見 掰掰